因为你知道这个大家都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川普 川普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一个人 也是一个实业家 也是一个地产大亨 但是他比所有的政客都会搞事 所以他粉丝于7000万 就是说你一说说 他于7000万粉丝 10%的人投票他他就700万 你如果只有100万的粉丝 150%的人投你有几票 没有几票的 所以这个民主很大程度上 第一是你如果没有钱的话 那是这个民主也是没有用的 就是总是选有钱的人 第二条你没有知名度也没有用 如果你没有知名度你单独有钱 就是比方说像我们很多人 那个钱在银行里面谁也不知道你 所以也没有用 所以我给你讲一个很大 他就是这么大 所以我给你提醒你 当你不说是是